尤其要求拿来乡的妈妈和小朋友 感受不一样的白藏文化 这厨安排来自外南 印尼 中国 已经回到边顶新住民来拔肉厂 其中外南厂最特别 要准备香蕉叶啊 还有绿豆仁 还有葱酥 还有肉 肉要腌过那个五香粉 还有胡椒粉啊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 看到这年大粒的一个肉厂 都非常好奇 也感受不一样的白藏文化 长得很大 很长 很长 有可能吃不完 外南的比较大 比较大粒 不敢 它比较重 吃不完嘛 比较麻烦 外形 外形是用香蕉蕉包的 菲律宾他们在他们那边是用香蕉的叶子 然后加糯米加可可 就这两样而已 这组邀请两位来台做空会 菲律宾六甲来参加 爸爸长的比赛 虽然上一陣子发生菲律宾的公务船 对策台湾蜜民的思考 但是乡业 有苦思问 给大家 要優先来对台 菲律宾集的六甲和新住民 这样用清晨到我们的习民 这个本来的公都 我们希望这个政府 要替台湾的习民 托回这个公都 我也要让菲律宾政府知道 我们是可以包容 他们来这里做空会的人 我们都是一家乐 五日节大人喝香蕉酒来苦吃佩胸 为了要让小朋友快乐来过节 若来乡业苦思问 竟是准备上完毕来点香蕉 祝让小朋友平安健康 既然欢迎观察方报道